房东恶意涨房租 我反手将门面改成公共厕所 只为让他家卖房 今天下午下班后 我拍着超跑带着老妈来到两间要出租门面的老房子前 打算给摆烧烤摊的妈妈开个火锅烧烤店 房东是个秃顶大叔 当我们跟他说明来以后 房东的眼神就一直在我们身上打转 一看就是穷光蛋 报价不要太高 太高把他们吓跑了 然后笑着说道 我这周围的价格是 一间门面一个月三千五百元 我这是两间门面都是毛皮房 是要你们自己装修的 就一个月收你们五千元 怎么样 良心吧 我看看这两间门面 又看了看别的商户 价格上没问题 那万一我给你捐修好料 你就给我帐房走 帮我念试去料 这么办 听到这话房东脸色瞬间变了 随后房东尴尬的笑着说道 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这么不要脸 你们打算租多久呀 十年 房东摇了摇头道 五年 据我所知 我们这租门面的 最高也就五年 行 悟您就悟您 然后我回到车里去拿纸盒笔 房东看见我开的那辆车后 眼睛都亮了 原来这是只肥羊呀 差点还以为这是穷逼 我拿过来了纸盒笔 那五九星急凑一钩胡灯 房东你看看又哪里不和尸底 咱们再修盖 不妥不妥 我大文盲一个 不识字也不会写字 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 你说写个合同让我看 这不是为难我吗 鬼知道你合同里写的是什么 万一是诈骗 合同里说 我把这两间门面赠送给你们了 那我岂不是要哭死 不愧一请人来帮你看这个胡灯 房东的头摇的 就像拖浪鼓一样 不行不行 我不相信 口头约定就好了 搞那么复杂干嘛 口头约定能松手吗 不受法律报复吧 还是不止回自己号 要不将你加手来 你加手怎有人人是子弟吧 房东摇摇头 小伙子 洒脱一点 咱们都是男人 说话算话 我有点疑惑 但是想着 我超跑上360度监控摄像头 正开着呢 不怕他到时耍赖 好 那我们就口头约定 第一 防走链剑一个月五千云 我要走五年 五年来不得张家 对 但房屋由你装修 我给你的只有这个毛坯房 墙面 地砖 墙顶 电线 插头 厕所 全部由你负责 好 不过咱们实现学明 如果五年来 你不按照我们的约定 每个月五千块 我要我一张房子 那我就砸烂我捐修的东西 还要你背上我捐修的钱 你等一 还是不等一 房东笑笑 拍着胸脱保证 同意同意 我说话算话 我保证 五年内不给你涨房租 那我你后呢 我你后就谁行就是 你旁边周都少 你就周都少 不能谁一家家 放心吧 小伙子 那我明天将人捐修 捐修好料再给你双紧 行 没问题 房东立马笑得了开了话 嘿嘿 反正你又没录音 又没录像 咱们空口讲空话 到时候立马给你涨价 叫你卷铺盖走人 房东走后 母亲凑了过来 不但呀 这老头可不可靠呀 要是骗了咱们 咋办呀 没事的 妈 你放心好了 我淡淡的笑着 拿出了手机 打开监控视频 君正物都楼子先来 他刷不了来 随后我就在网上 找了一家装修团队 选择了最贵的 五十万斤装修方案 为的就是 如果房东耍赖 我就让他卖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